嗨 我是嘉一 今天我來聊一聊一個真實事件改編的 庫爾斯科號 深海救援 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傳沉默電影 應該是很多年前的鐵達尼號 本紅了羅斯跟傑克兩位的男女主角 而這次的庫爾斯科號 深海救援 其實也有著類似的劇情發展 可是卻跟鐵達尼號有著不一樣的結局與形式 電影一開始 我們的男主跟著他底下的海軍兄弟一起出門 原來是帕弗要跟他的老婆準備結婚 本來一切都已經就地 沒有想到老婆突然加碼 加碼的同時就是要花很多錢嘛 錢本來準備的剛好 那該怎麼處理呢 男主為了兄弟 把象徵海軍的手錶抵押出去 就只為了滿足好兄弟能夠順利的結婚 多虧有了這幾隻手錶 婚禮順利的舉辦 在教堂上 合唱團吟唱著高雅的歌曲 歡迎著帕弗與他的妻子 也將他們倆從此結為夫妻 婚禮結束後大家開始狂歡跳舞 晚餐的致詞更將大家的心結合在一起 男主的致詞 讓在場的海軍兄弟們一同唱起隨手之歌 象徵著團結之心 歡樂過後他們還是得要回到前艦上執行任務 到前艦上大家開始回到各自的崗位工作 本來一路上還滿順利的 直到出航到一半時發生了意外 庫爾斯科號的魚雷突然自爆 一切的一切開始有了不一樣的發展 畫面與炸彈的特效非常的震撼 會讓你覺得 哇好像在現場感受到爆炸的瞬間 男主在船艦上找尋存活的海軍同跑 發現有將近一半的人全部都死了 只能努力的往還沒被炸裂的地方前進 可是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面 有著20多個人要存活 糧食、飲水、空氣等等都是必需品 為了克服這些難題 他們也想盡辦法潛水進船艦內找尋相關的資源 可惜的是 每當他們找到了一線生機 卻又被突如其來的意外 而打消了求生的念頭 當俄羅斯政府開始意識到船艦爆炸 且人員被困在裡頭的嚴重性時 事情已經進入到一個無可救藥的情況 俄羅斯政府還在為自己的面子而堅持 不需要外國的專業人士的幫忙 看著眼前依舊抱持著一絲希望的家屬們 卻也不肯做出讓步 從這裡就真的能夠感受到 民眾對於政府的失望透顶 在船艦上的大家開始失去希望時 歐雷說起了一個笑話 而這個笑話也引起了大家的反應 紛紛笑出聲來 也是因為歐雷讓大家可以有保持清醒的機會 如果真的睡著了 那一切就真的沒有機會了 此可惜 當真元真的來到了潛艦時 所有人都死了 在他們死之前 大聲傳唱著隨手之歌 紀念彼此的緣分到此告一段落 同樣的歌曲 在不同的情況有著莫名的難過 畫面來到教堂 一樣是由合唱團高歌作為開場 可是現場是鼻酸不已 沒有任何的歡樂 只有罹難者的家屬齊聚一堂 送別自己的愛人與親人 米修看著男主的遺照 只是摸了摸照片 不發抑鬱 上將開始跟罹難者的家屬一一握手致敬 可是米修在那位高權重的上將前 死死的瞪著他 拒絕接受他的握手 後面的小孩也跟從米修 讓上將在教堂上徹底的丟人現眼 本來米修跟媽媽走在路上 突然後方有人叫了米修的全名 他們才停下了腳步 車上走下來兩個人 大力稱讚米修剛剛在教堂的行為很勇敢 並送給他之前 男主為了他好朋友而點當的手錶 這對米修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信物 米修看著手上的錶 終於打破沉默說了句 謝謝你 意味著至少在這次的事件中 他並沒有失去爸爸的全部 米修還能透過這隻手錶 懷念著爸爸對他所做的點點滴滴 庫爾斯科號的慘劇是有機可循的 官僚體系的腐敗 與面子問題導致了最終結果 如果平常多做點準備 去更換必須的零件 就不會僅要關頭時無法連接成功 也不會因為這家丑的事件 而害怕被全世界知道 俄羅斯表裡全輸的徹底 究竟是機密發現還是受困者的性命重要 真的需要認真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身處在不同的角度 你的思維與想法都會不同 可是今天高官的孩子 如果也在那前線上 事情一定又會有不一樣的發展吧 只能說 也許我們一般人的性命 遠比不上那些全高位重的人吧 我願意給你更多 我們兩者 你是我的永遠 今天電影解說就到這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我們下次見